謝謝各位 現在我們首先有請衛生局羅浴龍局長 中發現的病例 密切接觸者發現的病例有13例 而在全民核酸重點人群中發現的陽性病例有33人 其他人群的有11人屬於社區中發現 在6月18日起計 一共有病例1,303例 在1,303例的確診人士當中 就包括了700名的女士 603名的男士 年齡介乎在3個月去到100歲之間 他們當中有481人是有症狀 列為確診的病例 他們當中822人是沒有症狀 列為沒有症狀的感染者 直至到今天下午3點 我們今天有14名人士出院 我們累計的出院總人數是26人 在6月18日澳門出現疫情以來 在這裡感謝我們各位前線的工作人員 無私奉獻 我們全澳市民高度支持和配合 我們通過了五輪的全民核酸檢測 配合了多次的全民抗原檢測 重點人群重點區域的核酸檢測 成功防止了疫情出現井噴色的爆發 我們看回我們最新一輪 即是第五輪的全民核酸檢測的數字 我們有41個陽性的個案 陽性的比率明顯低於第四輪的94個個案 而我們看回昨日抗原申報和陽性的數字 昨天全天只有11個抗原陽性的個案 在這裡我們看到通過過去連續的兩輪 全民核酸和抗原的檢測效果是明顯的 澳門的疫情也都有好轉的趨勢 但是Omicron BA5的傳播力強 傳播的速度快 而且引力性是非常高 我們這個階段一定不能夠放鬆 我們要一起努力做好三個方面的工作 第一 我們要繼續通過高頻次的全民核酸和抗原檢測 無求以最快的速度、發現、隔離和治療感染者 第二 我們要提高流行病學調查的效率 無求以最大的力度、追蹤和管控風險人群和風險區域 第三 我們要通過減低人員流動和聚集 注意個人防護 更重要的是戴好KN95口罩 務求最大的程度、減低疾病傳播的風險 這一點有賴各位市民支持和配合 為了上述的原因 我們決定從週日 也就是7月10日開始 會繼續進行第7到第10輪全民核酸檢測 配合全民的抗原檢測 目標是進一步壓制疫情 降低每日新增的病例數 力增盡早達到社會面清零的目標 我們在未來4輪的全民核酸檢測期間 會分階段派發抗原檢測試劑和KN95等防疫物資 所以市民不需要擔心 我們初步計劃在第8輪的全民核酸檢測 會派發5個抗原檢測試劑 在第9輪會派發10個KN95口罩 在第10輪會派發5個抗原檢測試劑 最後我們非常明白前線人員的辛勞 以及市民的憂慮 但是我們一定不能夠恐慌 我們要一起努力 一定可以盡快戰勝疫情 我今天介紹這裏 謝謝 謝謝 邱國議員 教育及青年發展局 公志明 局長 各位傳媒朋友 大家下午好 教育局將會繼續全力配合應變協調中心 在全民核酸的工作 在全民核酸期間 我們會協調站內的流程和秩序 現在將介紹一下 接下來4輪全民核酸的檢測安排 第7至第10輪的全民核酸 由今個星期日 即7月10日起 至到7月17日 一連8日進行 每兩日唯一輪 一共有4輪 每一輪的檢測 由上午的9點鐘開始 至到第二日的6點鐘結束 關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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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 王國興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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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生局疾病預防及控制中心 梁奕浩署長 王國興議員 王國興議員 我們累計的陽性病例數 一共是1619例 跟著跟大家報告 從中高風險地區匯澳人士 醫學觀察的情況 昨日新增是33人 其中澳門居民是25人 非澳門居民是8人 累計醫學觀察總數是67,664人 現證醫學觀察的人數是793人 其中在酒店是769人 在衛生局的設施是24人 我今天的報告是這麼多 謝謝 謝謝梁處長 接著下來有請旅遊局南童好處長 各位傳媒朋友大家好 今天在酒店做醫學觀察的人士 有4,774人 在一般醫學觀察酒店有4,333人 在專門醫學觀察酒店 有441人 總數當中 包括3,476名的澳門居民 656名外僱 和642名的旅客 旅遊局的回報到這裡 謝謝 謝謝南處長 接著下來有請 提醒治安警察局立馬超雄處長 各位傳媒朋友下午好 現象各位報告 治安警察局在疫情防控方面的整體工作 在出入境方面 之前 2022年7月7日 全澳國口岸出入境總數約2,200人次 比前一日減少14.5% 當中國口岸入境約900人次 其中澳門居民約400人次 對比前一日減少17.2% 旅客約400人次 增加10.9% 其中澳門居民約660人次 對比前一日減少17.3% 旅客約480人次 減少4.6% 內地僱員約150人次 減少9.3% 國口岸秩序良好 一切正常 另外 到目前為止 按應別協調中心要求 仍然維持的紅馬區有22個 在昨日新增是10個紅馬區 分別是 台山新城市第一階的新城市花園 第11座永佳國 羅臣富階的華葉大廈第二座 勞動節階的港福祥花園第二座 賈不樂提督階的保城大廈 歐臣富階的八達新村康泰樓 漢台階的樂富新村樂智樓 漢台階的樂富新村樂德樓 長壽大馬路的樂富新村樂天樓 以及樂文樓 最後還有青州東階 青州方大廈的第四座 以上的紅馬區 現時的秩序都是良好 另外 關於今天核酸站發生一宗打鬥的事件 長壽檢察局有以下一則聲明 本局是在11點07分接報 在蘭花前地信和廣場的宣檢察站 發生一宗打鬥事件 隨即我們派員到場處理 經了解 是一名外籍的男子 因為插隊引起現場人士的不滿 這個站的工作人員 隨即作出勸議 並要求他重新排隊 期間上述的外籍男子 揮權襲擊這個站的工作人員 並企圖離開現場 這個站的工作人員 阻止這名外籍男子 離開的時候 曾發生推撞 被推跌之後 跌到地上 事件引致他受傷 涉案的外籍男子 年約五十多歲 持澳門非永久性的居民身份證 涉案觸犯刑法典第137條 普通傷害身體完整性罪 本局譴責有關人士的不文明行為 定必嚴肅處理 由於涉事的雙方 昆表示追究 本局會將作進一步的調查 警方呼籲 市民應該積極配合 特區政府的全民核酸檢測工作 預約之後準時到達核酸站 遵從現場人員的指示 保持一米距離內心後檢 有罪行進 另外我們都有一則補充 就關於在網上流傳一段 有電單車駕駛者 是從一個熊馬區 就是一個封鎖區裡面 離開的短片 我們經了解之後 其實這段短片發生是 是昨晚10點45分大約 治安警察局按照衛生局的指示 是對諾富新村 進行一個維封的工作 期間是有電單車 是從這個停車場駛出 相關的駕駛者 並非這個大廈的住客 也都經警方核實之後 是讓他離開 這裏是我們作為一個補充 治安警匯報到這裏 麻煩 請問各位政府代表 還有沒有補充 如果都沒有的話 現在開始進入傳媒提問環節 請各位傳媒提問之前 先報你的所屬機構 而每次提問 最多是兩條問題 如果超過兩條問題 歡迎各位在第二輪繼續發問 現在有請 這邊這位記者 是,我很廣事的 其實就想問一下 因為在今輪疫情以來 其實很多家長都擔心 小朋友的健康 都基本上 如非必要都不讓小朋友出街 現在新一輪疫情 新一輪的傳媒核檢 仍然是維持在 豁免三歲以下的小朋友 其實 因為 有些家長其實都擔心 這麼多輪核檢 叫做 沒有病都溜到有病 其實 在一個 豁免傳媒核檢的年齡下限那裏 當局做了一些甚麼考量 為甚麼還是維持在三歲以下呢 麻煩 那麽多謝 這位記者朋友的提問 那麽大家都留意到 那麽我們 因應我們國家 對一些核酸檢測要求的年齡規範 我们也过了一两天 就已经宣布了 我们零到三岁 就是出生之后 三十六个月以内 我们就不需要他参与传闻核酸 其实我们的基本逻辑是这样 一个这么小的小朋友 他一定是有一个密切的照顾者 一个成年人 或者他的爸爸妈妈 或者家人去照顾他 如果他的照顾者 在传闻核酸那里都是没事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假设 他是住一个安全的状态 但是我们能不能够将这个年龄 他不断去上调呢 我们要研判 因为反而现在我们做传闻核酸 是我们也都很感谢我们的市民 每一次我们花一些时间 可能半个小时 去协助去配合 我们去做传闻核酸 但是目的是很明确的 我们是通过我们全社会的努力 希望去发现任何可能存在的 隐形传播链 如果我们将这个叫做豁免 不断去放大的时候 我们整个社会的风险都会提升的 这个是我们本身的一个逻辑 因为我们看到 因为我们很难去保证 某个年龄以上以上 比如李嘉哲 去到十岁 有些十岁的小朋友 可能刚刚算他这段时间出街 因为小朋友他又未必有很好的卫生意识 可能他出街去买东西 可能他到处摸到东西 就碰到自己的鼻和口的情况 可能他就会造成一个传播的风险 但是如果我们豁免了他不做核酸 我们可能其他市民 我们六十多万的市民的一个努力 其实就未必就 原来留了一些小朋友 在家里有感染的机会 会产生另外一些问题 但是我们一定会 因应实际的科学的情况 一些实际的判断 去调整我们的措施 希望各位市民能够理解 谢谢 谢谢 谢谢下一位 这边这位记者 你好 澳门电台的 想问一问 第六轮全民核检就开始了 到目前为止 有多少管系初步扬升呢 刚刚也公布了 会连续做多四轮 其实加上头三轮就连续做了七轮 不少市民都觉得 其实全民核检就努民相材 想问当局除了全民核检之外 有没有其他更加有效的措施呢 而连续做多四轮 就会去到下个星期 那是否又继续呼吁 澳门的工商业界 暂停营运 或者维持最低限度的营运呢 另外也想关注一下 有巴士车账验疫 其实涉及的巴士路线乘客 那些又算不算同轨迹的人士呢 当局会不会跟进呢 想问一下 其实巴士都很凄逼的嘛 其实当局为什么 就可以这么快得出 其实可能工作 他们感染和工作无关呢 多谢记者朋友的提问 我先回复你第一个问题 我们一个抗疫工作 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措施 但是我们的目标是明确的 一个达到动态清零的状态 刚才都提到了 我们的综合措施 如果要概括在三个方面 我们要发现一些感染者 要隔离 要治疗 就是一些感染者 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将他身边的一些风险的人群 风险的区域 我们要管控好 这个是第二个方面 第三我们是要尽最大的程度 去降低 我们人员流动 和聚集的一个风险 去减低 疾病传播的机会 我想大家都很集中说 我们有没有措施 其实我们看回 我们澳门过去的一些经验总结 我们通过一些高频次的 一些核酸检测和抗原检测 可以降低我们每一天 新增的病例数 这个是客观存在的一个现象 我们都看到我们的第四和第五轮 连着做的第五轮 是能够将一些 仍然是潜在于社区中的隐形传播 另外进一步找出来 当然找到不是就完成的 我们会通过流调 去管控它一些人员 去管控一些区域 去使到我们疫情 更加大程度去控制 去到我们怎样达到一个最大的程度 去减少一些不必要的活动呢? 那确实是需要不同的企业 我们的市民去帮我们手的 我举个例子去看 如果某些公众 是因为它一个社会活动的必需性 它真的要去参与工作 比如我们医疗人员 院舍的服务人员 都会去继续工作的 但是我们都通过很多不同的途径 去呼吁 去教育我们一些工作人员 我们除了在服务提供的时候 做好国人防护 我们其实在一些后勤的空间 都要尽量 最大程度地去降低 人与人之间的接触 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为何我们要上方设法 去紧急去购买 去派发 我们的KN95口罩 这个是很重要的 因为科学告诉我们 人与人之间的聚集 如果戴着口罩 譬如我遇到一个感染者 他有机会传给我 如果我戴个外科口罩 他有66%的保护 但是如果我戴了KN95口罩 有83%的保护 如果一个感染者又戴着口罩 如果我又戴着口罩的话 他全部的风险就在一步降低 大家可以从 道理上想到出来 所以我想现在我们全澳门 面对一个共同的问题 如何去最大程度 最快速 用最少的成本 去控制我们的疫情 这个是我们共同的目标 但是我们要看看 我们怎样去共同 去努力 去做到这个结果 就是要看看大家 一些生活上的一个配合 希望企业可以尽量 让那些员工 如果真的不是需要 必须的 让他们可以在家办公 去做各种各样的安排 去使到我们的人员流动减少 如果真的没办法 有些行业 有些公众 真的要继续去工作的时候 我们是要通过一些 现实的方法 就是戴好KN95口罩 尽量去减少 和同事之间接触 这个不是永远的 当我们 达到一个稳定的 一个清零状态 我们就可以 回复我们过去的生活 但是这段时间 大家真的要很努力 很努力地 去帮我们一起去控制疫情 刚才你看到手段 其实 我们宣布去做全民核酸 其实我们 全国政府 各个部门 都要很通力合作 都要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但是我们不怕 我们为了我们的疫情控制 我们一定要这样做 因为看到这样去做 连续做 是辛苦 但是呢 是有效果 我们用数据 是看到效果的 所以我想我们全体的市民 希望和我们 特别政府一同去努力 去克服这个疫情 我觉得是有信心 是使到这个疫情 进一步受控的 多谢你的提问 多谢记者朋友的提问 就是想了解一下 到底什么人士呢 假如 记者朋友举例 就是如果一个巴士的一个 车长是确诊 染疫 在巴士上面的人 会不会都是属于共同轨迹呢 正如刚才罗局长说 我们的个人防护 是非常之重要的 我们去评估一个人 有没有一个感染的风险 又或者他的传播风险有多少 这个我们都是要通过一个流行病学的调查 去了解他当时的一个防护装备 究竟是否满足的 例如我们的医护人员 他们工作的时候 都是会穿上所有的防护装备的 他们会去接触一些阳性的病例 我们没有理由将它当作一个密切 都只要将它隔离的 不会的 那一样 当我们会当出现一个确诊的病例 我们会了解他在生活 工作上接触的人 和当时他们所有的一个个人防护 究竟足不足够 如果不足够的话 有一个传播的风险 我们就会将根据他们的风险 将那些人士 变为一个密切的接触者 又或者是一个共同位置 那应该无论不同的职业 不同的公众 我们都是用同样的准则 去做一个评估的 感谢下一位 这边这位中间一位蓬勻记者 好 好 TDM Canal Macau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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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的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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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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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 大家好 我是TDN葡文台的记者 首先第一个问题是想跟进下个礼拜的传闻核酸 下个礼拜我们因为有很多传闻核酸 我想了解一下在政府方面 即是现在的公共部门提供的服务 都是一个有限度提供服务的 下个礼拜都会不会是继续保持 这个有限度提供服务的方式去运作呢 第二个问题就是想问一问公交的 我们知道因为交通事务局 也发出了一个指引给一些巴士公司 要里面巴士的载客量减到只有60% 而有些部分的巴士的数目 或者行车的时间也会拉长了 因为少了巴士在路面上行走的 但是我们在网上仍然看到 有一些巴士是很多人搭的 有不同的班次我们都会看到 是擠满了人在巴士里面的 究竟当局会不会考虑 某一些特定的路线 是加一些班次 令到这个人流可以是得到疏通呢 那跟着第三个问题呢 我想问一问是卫生当局了 如果在今次我们这一波的疫情当中 其实我们到顶尾呢 我们是去到这个高峰尾呢 是已经到了 还是还要等很久才会到这个高峰呢 不许多谢 谢谢 多谢记者朋友的提问 你头两个问题 因为相关的部门都无代表在这里 我想稍后他们都听到的 会用一些新闻稿的方式 去回应回你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 说我们疫情的一个预测 我们到顶尾 其实我从来都不会做一个预测的 因为预测来说 就不是说太大的意义 但是我们可以看回我们过去的一个疫情 一个趋势 我们每一项措施达到的一个效果 我们是一定会即时去分析 和做出一个的一个检视 而决定我们未来会采取什么措施 去达到我们动态清零的一个目标 这个是重要的 刚才都提到了 在过去我们的各种的措施里面 我们是通过一个高频次 就是密集式的一个住民核酸 加抗原检测 是可以使到我们每一日 新增的一个个案数目的趋势 是缓和的 但是大家都看一个清晰的现实 我们今次面对的对手 是Omicron BA5 这个特点 大家可以从不同的媒体都看到 它传染力是极强的 传播速度是极快 也有它一个很重要的引力性 所以说在面对一个全新的一个对手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看回我们的目标和手段 我们一定要结合我们刚才提到的三种措施 我们要根据我们目前澳门实际的一个疫情情况 去调整我们的抗疫策略 这样我们先会战胜到我们的疫情 我们也很难去说 有一个固定的公式 去使到我们的疫情 几时能够控制到 因为同样如果我们这样看回 如果我们未来的一个星期 我们继续去密集式 去进行第七到第十轮的传染核酸检测 我们绝对有希望 去使到我们在社会里面 一些的隐形的传播链 我们是找到 但是我们最担心的就是 我们如果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是一个频繁 会使到疾病 会传播 尤其是人与人之间的接触期间 是没有带好KN95 没有保持一个一米的距离 没有保持室内的空气流通等等的措施 其实这些听起来好像很普通 但是其实在这个疫情阶段 每一个市民做好一些很基本的事情 其实大大可以降低 我们疾病全部的风险 刚才记者朋友去问到 一个巴士司机 一些乘客 如果是乘客感染 又或者是乘客感染 将它列成什么级别的风险 就其实很重要 看看大家有没有防护 假设一个巴士里面 有司机戴好KN95口罩 每一个乘客都戴了KN95口罩 它的传播风险绝对会低很多很多 但是这一方面 我们能不能通过一个政策 可以去一定达到呢 其实我们澳门的市民 一直都很配合我们的工作 包括做各种的传闻核酸 自我抗原的申报 也都很感谢各位市民 我们看回我们今天 自我抗原申报的数目 其实已经是四十多万了 所以说其实我们各个市民 都很配合我们的工作 唯一是希望提醒我们各位 希望配合我们 做好个人防护 因为这个个人防护很重要 因为这个病的传播力受到太强了 如果我们在任何的情况 是帮助到疾病的传播 会使到我们的疫情防控工作 会大大加剧 所以希望大家和我们一起努力 希望使到我们的这个疫情 尽快能够得到控制 谢谢 谢谢 谢谢下一位 这边中间这位女记者 你好 港市记者 想问回就是 现在如果要入境珠海的话 都需要去预约这个隔离的酒店 那么大部分市民都反映 说很难唱到这个名额 特别是有部分学生 因为现在暑假都快就完了 那么他们都要回去内地 这样去继续这个学业的 那么当局会不会考虑 去增设一些学生的预约通道呢 例如可能出示一些在读证明 可能会优先安排 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 有保安部队的人就反映 局内有很多未接种疫苗的人员 近期都安排去可能核检站 或者前线的工作 那么是否有违这个行政公积局的指引呢 想问一下这件事是否属实的呢 那么目前有多少是未完成 就是未完成的 而被安排到前线工作的呢 那么局长刚刚都说 其实这个病毒是传染力高 和传播速度快 那么其实这样会不会增加了一个传播的风险呢 拜托 多谢记者朋友的问题 那么我们的确接到一些学生的一些求助的 那么数量不是很多 有十几个学生的求助 就是他想在这段时间 回到内地的各种原因 都知道他们是隔离酒店那里需要去预订 那么有一些学生跟我们求助之后 他又在紧接那两天又预订到 因为他每天 他都要了解 因为他每天 他都要了解 一些一定数量的隔离酒店会 送出来的 那么有些学生预订到 那么的确也都有一些学生 就经常都说预订不到 所以我们近来已经和珠海相关部门 有一个联络在这里 那么我们希望一些 比如特别是先后缓急 一些特别理由的学生 可以给他们尽快 可以订到隔离酒店 那么我们已经和珠海沟通近了 那么都需要他们那边去做一些协调工作 多谢你的问题 那么刚才有记者关心到 保安事务局的一些可能 未打针的人员 是不是参与一些前线工作的问题 那么或者我在这里回应一下 那么就其实保安部门 一向都重视员工的健康情况 那么对于你刚才说到一些 未打针或者是未接种是两针或以上的人员呢 那么其实我们已经根据实际的情况 就是安排负责一些叫做 相对低风险的工作 那么另外呢 有一些人员可能曾经被安排去到 负责做一些叫做 叫做核检站的支援全民核酸的工作 那么其实他们都是安排 是在站外的一些地方 是维持一些基本的秩序 和协助站长去报一些外围的人数 那么就不属于一些高风险的工作 那么即使是这样 那么我们其实都安排那些人员 是专着和站内人员一样的一些保护装备的 那么就确保那些人员的一些 叫做防护的安全 那么我补充在这里 谢谢 谢谢下一位 对面那边第二行那位记者 你好澳门日报 那想问一问 之前公布了 就说巴士 只是给六成的 六成满 那到底实际上是 怎样去操作呢 怎样去数这个六成呢 是由这个巴士司机逐个逐个人去数呢 或者是怎样去确定 它是不是六成这个数字 还有想问一下 也都提到过 如果是超过六成的话 就可能那些巴士会飞站 或者是 就会飞站 那其实大家有没有想过 市民上班上学的需要呢 是不是要那些市民 全部去总站那里才可以坐到巴士呢 或者是鼓励他们走路上班上学呢 在坎仔住的走过来澳门上班上学呢 第二样就是 想问一下现在快庫流的情况 那 他们现在到底有多少个是阳性呢 遗封了之后有没有增加到 还有也有住户提到 昨天 前日收到个 卫生局的人员电话 就说打了给他说 他们会转回黄马的 想问一下到底 卫生局是不是有这样的安排 是不是有这个情况出现呢 因为他现在还是红马 想确认是不是 这些电话是不是卫生局打的 麻烦 那第一个问题 因为相关部门没有代表出席 那也都我想 稍后呢 我想用不同的形式 去回复你的意见 那第二个问题 我加倍一下两声 回复 多谢记者朋友的一个提问 那你就 是关心到转红 是不是会帮他转黄马 是不是 那因为你这个是一个个案 那讲讲我们整体的一个 究竟健康马的颜色 是怎样去设定 那原则上面呢 现在如果是一些阳性的病例 那我们会是一个肯定是一个红马 如果是一些密切接触者 风险比较高的人士 我们都会将他 是变成一个红马 另外一类人 是什么人士 我们会将他红马呢 就是他 我们经过多次的一个联络 他认为他是一个风险 我们需要安排他进行一些核酸的检测 又或者要安排他进行一些医学观察 但是我们经过多次都联络不到他 我们也都会将他变成一个红马 同时呢 我们也都会发一个短讯 给这个人士听 要求他要一些相应的措施 要跟进 那这个是红马的一个形式 那黄马呢 就有更加多的不同的情景 包括刚才大家都知道了 有我们黄马区的人士 会是黄马 如果他没有做全民核酸 他也会是黄马 又或者他是一些共同轨迹的人士 他也是会黄马 那这个黄马的种类 在我们的抗疫专业上 都有分到很多的一个类别 市民可以通过这个数字 每个黄马旁边有个数字 你可以判断到 你是一个什么类型的一个情况 那刚才记者朋友说到 是否我们会帮他 将红马变成黄马呢 那要看他究竟是属于哪种情况 如果是我刚才说的那种状况 就是说 他本来我们未能联络 多次未能联络 我们将他锁成一个红马 到后来我们联络到他了 那我们会安排他 相应其他不同的措施 而他也都完成了的话 那我们是会通过系统 会帮他的健康马 调整为相应风险的颜色 那这个是会做的 但是你说刚才那个个案 是不是我们卫生局打去呢 因为是一个个案的认识 我不可以确保是这样 但是我们在一个健康马的 颜色的调整上面 我们是有一个这样的 一个操作的一个情况的 另外记者朋友 关心到快库楼的一个状况 那快库楼 现时里面有17名 应该17名的一个患者 是市民的住宿者 他们的核酸是阳性的 已经是送到我们 相应的一个医疗机构 做一个诊治 当然我们仍然持续的 是帮他们进行一些 核酸的检测 及早 希望可以发现更加多的一个个案 谢谢 下一位 这边这位最后的记者 你好 论俊的 我想两个问题 第一个想问 因为我们收到有自闭症的人士的妈妈 反映 因为已经十几天困在家 所以有部分的自闭症人士 出现了失控的情况 以作为照顾者的家人 其实他们的情况都很煎熬 想问当局可不可以在检疫方面 给予一些方便呢 即是说黄马地区的自闭症人士 可不可以不用出外 可以派一些流动的检测车 到大厦里协助这些人士 然后第二个问题 是关于昨晚封了七栋楼的一个问题 昨晚就有七栋大楼变成熊马 这个消息是来得超级突然的 有很多市民都没有做到心理准备 想问究竟这七栋大楼 具体确诊的数字是多少呢 为什么洛富新村四栋一起封了 但旁边的信理楼就只封了一栋呢 等等的数据其实都十分不透明的 我们在新冠疫情的 新冠肺炎疫情地图上 都看不到一些确实的数字的时候 可不可以有请当局去公开化这些数字 给我们市民更加开心呢 或者我先回应关于一些封控大厦的一个大的原则 具体可能由商业部门的同事做一个补充 对于一个大厦的一个是否会列为一个熊马区或者是黄马区 早前我们都有公布到一些数字的 其实大原则就是当我们发现在这座大厦里面出现一个传播 不是说我存在 大家有不同的感染源头 存在有多少个 而是我们发现到大厦里面可能出现一个传播的一个情况 我们就会考虑将这个大厦变为一个熊马区 而且就和朋友们受关心到 为什么鹿大厦会将其那几座同时都会做出一个封控 这是因为在现场里面的一个观察里面 他们的几座大厦是一个相通的 是相通的 在这个情况下也显示到 他们虽然是不同的一个座数 但因为基于它有相通的风险 我们过往在其他的大厦里面都显示到 当你有一个相通的情况之下 可能就会增加了一个这样的风险 这个是关于封控大厦的原则 而记者朋友也都说到 一些有疫情或者有熊马区或者黄马区里面 在我们的疫情地图里面 没有显示到相应的一个数字 因为这个可能是数据的一个不同步的原因 现在我们在疫情的专业上 那个熊马区和黄马区 是当我们将一个地方 新增为一个熊马区和黄马区的时候 是即时会增加的 而一个个案的数字 我们是根据它的住宅地址 是会标识在我们的疫情地图上 而这个数据是会和我们每日公布的一个病例数是同步的 例如我今天公布到1,303例的时候 地图上面就会显示到1,303例的 这些人士的一个居住的住址在里面 即那个地点就会在里面 但是在1,303例 一些我们初步确诊的个案里面 它就未显示的 但是我们的流行病学工作其实是持续进行着 当我们一发现这个大厦已经是有风险了 那我们就会通知商业的部门 是即时就会做出一个这样的封控的一个工作 所以这都会有一个时间的不一致 可能记者朋友 可能明天你提醒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到 这个熊马区里面的病例数是增加了 会有这样的情况 谢谢 下一位 看一下记者有没有提问 这边这位记者 这边 是 都想问回社工局 早前韩局长就提到 闭患院舍去到社会面清零才有条件解除闭患 但是未有限期的情况下 其实有没有条件当时可以考虑做一个员工的轮患机制呢? 另外想问一下工局长的 就是有家长其实都希望当局能够清晰地介绍一些向学校提供的 有关于升流及保考和暑期作业等等的指引 麻烦 谢谢 好 多谢记者朋友的提问 我想大家都很关心 我们啟动了闭患管理 我们院舍里面的员工 需要流向院舍照顾我们的服务对象 其实我们社工局都没有忘记这班员工的 我们都持续自从闭患管理 我们都跟院舍保持很密切的联系 我们都明白闭患管理 虽然大家都有一个专业和使命去保护我们的服务对象 但是我想大家都可能都需要有一个休息 甚至乎可能和家人的见面都是一个需要 所以其实我们社工局都听到这个声音了 我们都持续 我们都在考虑可行的方案 包括我们都在研究中 会不会有一些相对独立一些的场所 让我们一些的员工能够点对点 就是当他在院舍里面休息 或者他放假的时候 可以离开院舍去到我们所制定一些的场所 让他可以有一个空间去休息 这个我们是一直都在研究中的 另外还有一个方案是说 就是我们都现在是密切研究中的 有没有办法能够增加 在院舍里面的人力的支援 让我们的员工能够轮休 换更 甚至乎可以休息多点的时间 让他回家去做休息 其实这个方案我们都是持续在做的 但是刚才所说的方案 尤其是人力的替换 是不容易的 因为我们都要找院舍里面去派家 让他能够出来 甚至乎说 就要有一些人员的替换 这里我们是需要一些时间的方案 大家放心 我们一直都在做这个方案 让我们下一步 我们有进一步的消息 可以给大家去知道 在这里我们都很明白 我们再一次感谢 全部原社的员工 我的报告到这里 多谢记者的朋友 关心学生对于星楼级 或者保考或者书记作业的问题 对于星楼级 早前我们已经向学校发出了指引 梁家傑議員 主席 梁家傑議員 主席 梁家傑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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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TV那边记者 想问回 其实之前政府一直都说 会是 看回这个星期 这三轮的全民检测 再评估会不会有更加严格的措施 其实现在还在做第六轮 想问回政府 其实现在决定下星期 再做多四轮 这个全民检测 是不是就是你们所提到的 或更加严格的措施呢 其实不少史密都觉得 长痛不如短痛 不如就停三天 或者停一个星期 会不会是可以更加快地解决问题呢 政府对这方面的看法又怎样看 另外其实想问回政府部门 以及银行下星期 是不是继续停呢 最后想问回 就是现在再做多四轮的检测 那在医护人手那方面 其实足不足够 有没有考虑过再问内地 拿多些人手来帮忙呢 麻烦你 好 多谢记者朋友的提问 亦都 我们在抗疫的过程当中 每一个措施 我们都息事去总结经验 看看效果是怎样 那我们都看到了 我们之前去用一个措施 就是说 我们是做传闻核酸 中间夹杂着一些抗原检测 再做传闻核酸 这个策略呢 可以使到我们那个疫情 没有出现一个井贫 但是呢 并看不到我们可以 将一个每日新增的个案数 是一个 就是持续这样下降的下来 所以说呢 我们也看回我们刚刚算的 两轮的全门核酸检测 第四轮第五轮的数字 那两个连续做的话呢 很明显 它那个能够将 每日新增的个个案的数字 是可以下降下来 因为大家都留意到 我们每一个措施呢 和我们每日新增的数字呢 虽然是有相关 但是一定的延后的 我举个例子呢 就是我们如果是全门核酸检测 可能是第一、二日做的话呢 我们见到可能 我们新增的个案数呢 反而是第二、第三日比较多 是因为呢 我们要发现一个混养阳性 只是要联络它 再确认 再计数呢 是有一个一定的延后的 那所以我们也都呢 除了看每日新增的数字呢 我们都要看回每一个措施 比如很简单 我们看回全门核酸 有多少个混养阳性的 那这个是反映到 当次的全门核酸检测的一个效能 那刚刚也提到 那我们为什么说 我们第六次 不等出结果 再等一两天才去做呢 我们是见到一个趋势 我们如果是连续去做 高频次去做呢 是会使到我们的疫情 进一步下降 就是使到我们那个 每日新增的个案数 进一步压低 那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那所以说我们 不论我们多么辛苦 我们是要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 将去重整我们一些工作的安排 那我们都是要这样做 因为这个是我们使到疫情 能够受控的一个重要手段 那通过我们过去的一些工作 就得出来的一个结论 我们会继续去努力去做 那第二个就提一提 就是刚才记者朋友 或者很多市民 都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 我们是否做一个封城 做一个禁足 我们就能够达到疫情控制呢 分开一个数据 我们在说 BA5 我们以动态清零为目标的 任何地方 都没有任何的经验 可以给我们参照 这个是第一点 而比BA5没有那么强 即是宣布力和宣布速度 没有那么强的BA2 我们看回上海的经验 是一个封城的状态 其实是需要超过两个月 才达到社会面清零 就是我们要明白到 我们很希望疫情顺快受到控制 我们在座的团队 整个特区政府 市民的目标完全是一致的 但究竟采取什么的限制手段 加上我们的检测手段 可以达到这个目标呢 我们要因应澳门实际的情况 可以做出一个考虑 你说如果单纯看病例数 我们全部停了 一段时间动都不可以动 肯定是会快一点 但反过来 可能会有很多的市民 一些独居的长者 一些有医疗需求的人士 他会产生一些刺身的社会问题 那是不是我们不需要考虑 他们的需要呢 大家都留意到 一些的熊马区 黄马区的人士 我们有很好的维生支援小组 我们有市政署 我们有社工局 我们有维生局 跟他们去做 但仍然都有这么多的问题 但是呢 如果整个社会是一个停顿 封城 有几个状态禁足 那么问题会不会更多呢 这个我们值得去思考 我们究竟在澳门一个实际的情况 采取这一样的策略 其实我们是要一起综合去看 我们似乎见不到 有一个万能的锁示 如果我们这样做 那就成功了 似乎我们见不到 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但是我们采取的综合措施 包括我们的呼吁 叫大家减少人与人之间的接触 戴好KN95口罩 配合我们高频次的核酸和抗原检测 那么其实我们肯定能够 往我们动态清零的目标去迈进 大家留意到 为什么叫动态清零 可能过去大家不明白 那么其实呢 清零是我们的目标 这个是坚定不移的 那么所谓的动态呢 就是说究竟 我们如果按每个地方 它的疫情的曲线 如果是以每日新增案例去看的话 不同地方有不同的选择 也都有不同的效果 那么我们看看 如果是一种很强烈的措施 就是整个城市的停顿 可能曲线是快的 但可能大家看不到 曲线后面 一些人士 他的医疗得不到一个满足 一些生活得不到一个保障的时候 那我们是不是不考虑呢 所以我想要结合澳门的实际情况 现在我们通过全国特区政府的一个努力 我们会做一个高频次的核酸检测 希望尽快可以在不出现封城和禁足的前提下 将疫情尽快压制下来 亦都希望市民去理解和配合我们一些工作 因为有时候我们不能够二元对立 他说我们不禁足不封城 我们就失败了 我们就不能搞的了 其实并不是这样 我们看回我们现在尽了各种的努力 去最大限度地控制我们的人员流动 至于也都高度配合我们 也都通过我们结合我们的高频次的核酸和抗原检测 我们能够将我们的疫情的趋势 我有讲趋势 是有一个缓和的迹象 所以我们继续向这个方向努力 我相信我们的疫情能够得到一个有效的控制 那这个是回复回来的提问 谢谢 请问有没有未提问过的记者 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进入第二两提问环节 现在请中间那位蒲敏记者 谢谢 有没有知道吗 对吗 我可以让你露出几个人 是有数据状况 有数据状况 现在的新纪做中的 这种药品 对于是重新的 现在也有数据状况 也有数据状况 刚才关闭了 感觉现在的実践状况 感觉到感觉状况 感觉到 大家好,其實我想要少數字 我想問一問,這一輪傳聞核酸裏面 有幾多人已經參與了傳聞核酸 而且有幾多個館陽性 又或者有幾多個陽性的個案 可以在這次的傳聞核酸檢測得到 這是第一組數字 第二組數字想問一問關於快測 這個自我快測當中 到現在這一刻 有沒有一些陽性的個案 是上了你們的平台呢? 麻煩你 這位記者 你好,澳門電台 想問一問,接下來的四輪傳聞核檢 是否出門之前要做快速抗原呢? 還有想問這四輪傳聞核檢 當局有沒有預計要多花多少公帑呢? 另外也想關注黃馬區 目前黃馬區澳門有幾多人是黃馬人士呢? 也有很多人士反映 其實他們可能已經做足措施 即是他們做完核酸和做足抗原 但到第八日之後仍然是未轉馬 可能要等多三至四日才會轉馬 影響了他們的生活 當局昨天也說過 有兩萬人錯佈了地址 而被轉紅馬和黃馬 想問一下目前為何會出現這種情況呢? 以及目前他們現在轉馬情況 那個負荷情況又是怎樣呢? 麻煩你 好,多謝幾隻朋友的提問 剛才我們說得不是很清楚 我們在下一輪 應該不是這麼說 應該是我們從今天開始 我們會連續一直去做 以兩日為一個單位的一個全民核酸檢測 我們每一日 不是說我們出門做全民核酸檢測的時候 我們每一日都希望市民去做抗原檢測 即是第一次出門之前可以做檢測去上傳結果 這樣其實是非常有效的 因為我們總結我們過去的經驗 我們抗原檢測可以幫助到我們發現一些病毒量高 即是CT值低的病人 這個是非常之有效的 因為如果我們做全民核酸之前不做的話 會有甚麼問題呢? 第一,我們可能會增加我們身邊的人感染的風險 第二,如果是全民核酸的時候 你會發現是醞釀陽性 我們之後還要找更多的人去核實 所以說抗原檢測在我們今次疫情的控制那裡 是非常之重要的作用 所以我們在未來的一段時間 我們都其實在後勤部門都加急去採購 我們更大量的一個抗原檢測 使得我們的市民能夠可以配合我們 由一個抗原檢測的試劑去使用 更加重要就是提一提 KN95非常重要 因為這個是科學數據告訴我們 是降低一個傳播的風險 以及被感染的一個機會 這個就是相當之重要 另外說到費用方面 我們現在暫時沒有一個具體的費用 但是如果能夠用最少的成本 最短的時間能夠控制疫情的話 這個是我們一個根本的一個目標 說的是一個被轉黃馬的一個情況 也都借這個機會 希望各個記者朋友幫忙 我們確實過去平均每一天 因為錯誤去申報地址 而被轉黃馬 甚至紅馬的人 是超過三千人 累積有兩萬多的個案 我們去做 也都是跟市民說聲不好意思 因為大家會留意到 有一些的求助個案 我們是覆得比較慢些的 不是遮及時 我昨天也跟同事去檢視 為什麼有些個案 是覆得比較慢一些 他就說 因為太多的一個要解碼 就是錯誤地址要解碼的情況 有時會混在一個 這麼大量的求助上 會混在一些真的需要求助的人 所以說 我真的在這裡懇請我們各個市民 在我們的健康碼那裡 去填寫 就是修改 先選修改資料 然後選下一步 選擇我們一個最新的地址 千萬不要再選擇 新聞證明局的地址 因為很可能很多都是這樣錯誤的 因為可能是換證的時間 是很多年前 大家應該是過了 我們的地址變了 如果可以這樣做 我們會大大地加快 我們回應市民真正訴求的一個效率 當然我們也都希望 我們呼籲到其實都很多次的了 就算做不到 我們現在其實都叫電腦部 弄了一個比較簡易的一個 解碼的一個方式 希望市民裏面做 我們市民又幫我們填一個正確的地址 也都我們會有一個更加高效率的一個解碼方式 但也都不能夠太寬鬆的 因為如果太寬鬆 我們就失去了意義了 有些人可能我真的住在那裡 但我真的很害怕麻煩 我不如轉過去就算了 這是另外一個問題 我想我們又不能夠容許 所以說我們希望市民幫助我們 去填寫一個正確的地址 使到一些真正有求助需要的市民 可以得到更加快速的一個回應 你說到一些黃馬區人 他的一個解碼的情況 我們都認真去研究和分析相關的情況 就是這樣的 有些黃馬人士很乖的 按照我們要求1247去做一個核酸檢測 他就理論上做完之後 陰性的解碼 但過去的一段時間 尤其是我們去進行第四、第五、 今日的第六輪的全民核酸的時候 其實各個檢測機構 即出結果的機構 全澳的資源都是高度的一個負荷運作 所以他們的務求是第一時間去出結果 第二個才留下一些後續的時間去上碼 即跟平時是完全不一樣的 因為反過來我們看我的目的是甚麼 我們做全民核酸檢測 大家各個市民配合我們做 我們是希望第一時間去將一些陽性的個案去發現它 去管控它 這樣才達到一個疫情防控的效果 上碼其實是一個次要的目標 但會使到一些上碼的情況就延後了 因為實驗室檢測的一些機構 他們都是那些工作人員 究竟是做檢測多些 還是上碼的都要分配人力資源 所以會出現一個延後的情況 有件及此我們其實都做了一個調整 我們要看我們採養的時間 如果採養之後24小時 沒有一個陽性的發現 我們其實過去一直都有統計 如果你有陽性的話 我們一定是24小時內 我們是會知道的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會解碼 就不用等實驗室檢測機構 將它的結果上傳在後台 我們才做這個解碼的一個 即變回綠碼的一個步驟 這個我們都會不斷去優化 去解決相應的問題 多謝你的提問 謝謝請問還有沒有提問 因為今天提問都不是太多 給多最後兩位 現在就請這邊這位白色衣服的記者 請問是國長 好關日報的 我想問一下那個索原的問題 現在那個 做索原的工作做成怎樣呢 是不是 金能已經到現在 有千多個陽性個案 那個基因的時候 有沒有測過說 是這次澳門路行的基因 那個毒株的基因 只是BA5還是還有其他基因 發驗到呢 其實就看回 就是有些疾病的專家都說到 這次的BA5的基因是可以 就是擾那個抗體 能造成一個二次減染的 那在澳門這邊有沒有發現過 就是這個情況 出現了一個 之前也是受過減染的確診者 謝謝 好 多謝記者朋友的提問 關於素源方面 因為其實跟大部分 現在出現疫情的地方一樣 要找一個確認的源頭 是非常之困難 現在都每一個確定的一個源頭 是可以發現到的 那也都我們都通過 我們的基因的分析 至少能夠確定的就是說 我們今次的一個疫情 全部都是BA5的 那這個是我們能夠確定 那也都呢 我們對比回一些 輸入性病例的基因分析 是發覺它們是沒有關聯的 就是跟 就是這次的疫情 就不是由一個 醫官酒店的一個病毒 所引起的疫情 這個可以絕對是排除到 這兩個的情況 那至於會不會是通過密傳人 中間一些的冷鏈 或者其他一些呢 那就是因為其實都 去到這個階段 很難去完全證明它是有 還是沒有 那所以目前呢 在數源方面呢 是這一方面的訊息補充 那你也都提到 因為其實呢 這個病毒我想 在全球範圍裏面呢 都引起一個新一波 疫情上升的情況 那麼二次感染呢 是客觀存在的 那但是因為澳門呢 其實過去來說 確診感染的人數是極少的 所以我們目前都沒有什麼數據 是本地的數據 可以支撐是有 還是沒有一個二次感染 但是我想就是 不同的人種呢 或者都其實都應該是共同的 就是這個引起二次感染的 機率是存在的 但是我們目前來講 沒有一個數據呢 可以分析到的 謝謝 謝謝 最後一位提問 對面第二行那位記者 你好 其實想問回 現在那些洪馬區那些住戶呢 其實核檢是在街上做的 還是想幫他們採養的呢 因為之前有讀者反映 就是說在新美安的一些住戶 被要求去集合 下街去做檢測 最終就發營了兩個中招 其實這件事 想問回是不是屬實呢 還有現行的採養措施 即洪馬區的採養措施 有沒有一些改進的空間 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政府剛剛也提到 傳聞核酸對這些市民 對大家都有很大的影響 雖然說 它有一定的作 它有這個防疫上面的作用 但是你們有沒有預計過 到底還要做多少次呢 還要影響到市民 影響到多久呢 是不是還有一個 只要有一個的 運養陽性的時候 都要繼續做下去呢 好,多謝幾隻朋友的提問 那麼洪馬區 我們特區政府都成立了 專責的小組 去幫他們做維生支援 一些解決生活的問題 另外我們會按回 我們疫情的需要 去做一個定期的核酸檢測 剛剛你提到一些誤解 就是說我們有兩個人去檢測之後 就中招 那麼我們要確認一下 因為它檢測所以發現它感染狀況 所以就叫檢測中招 但是我們其實每一個地方 包括我們做採樣的工作 其實那個感染控制的程序是一樣的 不論我們在核酸站 我們在一個紅馬大廈外面 造成一個臨時的一個採樣點 又或者是上滿 其實那個操作是一樣的 那個感染的控制 一個的要求都是一樣的 所以就不會存在說我們 就是去檢測做中招的一個情況 那麼你至於說 我們能不能夠為所有紅馬區的人士 做上滿的採樣呢 我想我們都是要兼顧一下 我們的效率問題的 那麼我們譬如說 對於一些弱勢的人士 一些行動不變的長者 我們之前說的一些長者的 一些比較密集的大廈 我們去為部分行動不變的市民 去做上滿的 但是我們真的不能夠 去全部都滿足到 因為大家都留意到 就是紅馬大廈是一個 那個數量是會越來越多 也都我們不多呢 那個後果就是說 我們管控不厭 那麼有感染的人又走出去的話 我們是會 就是沒完沒了這樣去做 那麼我們希望盡大的能力 去滿足我們的市民 那麼大概就是 保育業有一些情況 我們不能夠 就是一樣都是上滿去做 那麼但是譬如說 剛才提到 我們為什麼在全民核酸期間 我們是對於一些 蘊養陽性的人士 我們是會上滿去做呢 我們是要平衡各方面的情況 就是為什麼我們要這樣做呢 因為如果我們預期 其實我們第四輪的時候 就出現這樣的情況 我們出現了比較大量 94館 十分一樣性 那麼市革的人數有多少人 940人 那麼所以說如果他們通過我們消防救護車 去送去我們的一個澳門彈的話 那麼大家可以預見 那個情況是怎樣的 那麼正正是我們預見了 我們就做了三十個小隊 去分隊去逐步逐步上滿去做 那麼但很誠然 我們所投入的資源是相當大的 那麼所以是對於一些鴻馬的人士 鴻馬區的人士 我們不能夠每個人都這樣去做 所以我們做了另外一個安排 我們就是在鴻馬區的下面 會根據實際的情況 設置一些臨時採樣點 那麼他們有罪地 可能通過一層一層 那麼至於他們戴好KN95口罩 保持一米的距離 中間全程戴好口罩 除了採樣的時候 那麼其實是可以保障到它的安全 那麼我想其實這一段時間 不同的市民都有不同的困難 我們都理解的 但我們希望在這個困難的時間 更加可以彰顯到我們澳門 即是我們守望相助 我們一起共同抗疫的一個精神 一起克服各種各樣的一個困難 那麼你又問到我們做全民核酸 影響是影響到我們市民 但是我們要將我們那個代價 是降到最低的 即是我們對市民的影響 希望降到最低 但是確實我們如果不做核酸的話 我們不能夠及時去發現病人 我們這個疫情是很難去控制好的 那麼所以說我們會做一個取捨 我們希望市民配合我們 每兩日我想花半個小時 因為實際上如果現在嚴格月亮 大家都很清晰 其實我們全民核酸的檢測 都是非常之方便 那麼我們後來都會不斷地優化 我們全民核酸檢測 不論是暫點的佈置 一些流動的車輛等等 我們都不斷地優化 譬如說我們都因應 市民實際的使用需要 我們將一些暫點的夜間時段 去減少一些的開放 其實都是看回我們都不斷去調整 我們一個各種 一個防疫措施的推行 那麼你說做多少輪可以得的話 我都重申 我都沒有辦法預測的 但是我們的目標 肯定是以最低的成本 去最短的時間 去達到一個疫情的控制 多謝你 是否還有一款運揚 我們同事給你一支咪 麻煩 我想我們很難去 我聽到 不過你又重複一次 是否只要運 全民俠宣只要有一款運揚 都要繼續做下去 我想我們不能夠去 去用一個數字去說 是還是不是的 我舉個例子 你說有一貫運揚陽性 如果有一貫運揚陽性 我們又通過我們的即時的調查 去發現和現有的一個個案 是有明確的關聯的話 它不是說 無端端在社區裡見到的話 我們其實就可能 就覺得是能夠解釋到 以及管控到它的風險的話 我們又未必會這樣進行 需要這樣去做 又或者我們能不能夠 去到那個階段的時候 將我們檢測的頻率 再降低一些 但是前提是 我們應該是要視到 我們在社區裡面 幾個引營傳播鏈的數量 是降到最低 我們才有條件談 我們可不可以去再放寬一些 簡單來說 現在我們年度做全民核酸 就是兩天一檢 就是兩天做一次檢測 可不可以降到三天一檢 到後期階段 我們不排除 但是我們在目前的趨勢來看 我們是要繼續做一段時間 才是接近這個 可以現場間隔的一個目標 但是我們過去的政策措施都一樣 都確定了的話 我們是會盡早 跟市民去溝通 希望市民明白 我們做的一個原因 好好地配合我們的措施 謝謝 請問各位 社工局代表有補充 我都想趁現在這個機會 再次呼籲 我們的服務對象 尤其是我們的老友的 我們的長者 正如以前曾經歐陽司長 都跟市民說 就管好對腳 那我都很希望 我們的長者老友幾 要無必要 就不要出街了 好好保護自己 那如果真的要出街 例如做核酸 那就請大家戴好的 KN95口罩 多謝 響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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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響鐘